嗨 大家好 我是哲哲哲鑫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平常的實用小妙招 因為其實很多人跟我一樣是使用Garmin的手錶 但他們其實在設定頁面上可能都還是維持在原廠的出廠設定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平常在訓練當中 會使用哪幾個表面設定 來看一下我平常訓練的數據吧 首先我們到手錶當中 然後按到我們跑步平常會看到的頁面 在這頁面當中我通常會把我的手錶設定有兩個頁面 一個主要就是平常在跑野外跑這種長距離訓練的時候 所看的一個表面設定 這個表面就比較接近原廠的設定 裡面會有一個是總時間的計時器 還有目前你的瞬間配速是多少 因為在跑步到後段的時候 你可能要往上舉手 你就要看到你目前跑的速度是幾分數 這個時候就需要有這個配速的一個顯示在 那最上面的這一格呢 我的設定是一個距離就是公里數 所以我在跑一個野外訓練的時候 通常我會看的就是我現在跑了多少距離 完成的時間已經經過了多少 還有我目前的瞬間配速是多少 這是我平常在跑一個長距離的 野外跑合體訓練的時候 會使用你的表面設定 那第二種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我平常在跑超廠 間歇訓練這種間歇型刻表的時候 所設定的表面 再可以看到第二頁 第二頁的裡面呢 就是我平常跑近些會看到一些常用數據 第一個 最大格的 就是你的單圈時間 因為我在跑當中 我需要把最大格的顯示 是我目前這一圈跑了幾秒 因為近些通常是以一圈為單位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最大格 我通常會顯示單圈時間 那下面這邊會有個叫完成圈數 完成圈數的目的呢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知道 我目前跑了幾圈 我的間歇已經跑了幾趟 所以我就會有個完成圈數在這邊 那上面這邊呢 其實還有一個 叫做末圈時間 就是前一圈的時間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知道 我在間歇可能是800公尺當中 我上一圈跑了幾秒 我這一圈 要該快該慢去做調整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依照這個東西 來參考我的前一圈秒數 所以我的跑間歇課表的時候 設定大概會是這樣 第一個是末圈時間 就是上一圈的時間 第二個呢 是你這一圈的單圈時間 最後一個呢 就是你目前完成的圈數 你就可以知道你大概跑了幾趟 上一趟跑多少 你這一趟完成的時間是多少 這大概是我平常 在訓練當中會常用的兩個表面設定 一個就是負責 適合給你在操場以外的訓練場所 這個時候你就適合用一個 距離 總時間 還有瞬間配數 那如果你是在操場進行訓練的話呢 就適合使用第二種表面 就是上一圈的時間 你這一圈的時間 還有你完成了幾圈 那其他設定就比較接近原廠 第一個就是心率 我還是看一下我目前的心率強度 位於哪個強度區間 這個時候比較可以知道我現在身體的狀況 那下一個就是高度計 我希望我可以在跑當中 去了解我現在的海拔 上升下降 大概上升下降了多少 OK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簡單分享 就是我平常我的手錶設定 在我訓練當中 在不同的訓練情況下 會有什麼樣的訓練配置 希望 這樣的分享對你們有幫助啦 我是你家楊哲瑞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說到這次 阿姨 阿姨 你 阿姨 阿姨